而選戰倒數44天了 藍綠白三位總統候選人準備好了嗎 台灣教育智庫針對高等教育議題 提出了10題的深論 來看看他們成績如何呢 成績揭曉了克文哲10題全答 賴清德答了5題 而侯友宜他則是交了白卷 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侯友宜的近伴解釋 侯友宜早就提出了11項的教育政策 目標是不要遺忘任何一個人 而賴清德近伴則解釋 不知道會用答題數來做評比 未來會更加謹慎小心 至於柯文哲呢 他獲封了高等教育小獅王 拿了第一名 2024誰勝誰負還不知道 但柯文哲在這場比賽拿了第一名 台灣教育智庫8月期舉辦教育論壇 問問2024總統候選人 教育百年大季怎麼辦 十月份主題為高等教育 十個問題柯文哲全答 貨班高等教育小獅王 對手侯友宜成績卻掛蛋 我相信教育的成績不能行 真正能夠找到協校教育的分析 面對教育團體的提問 侯友宜卻說得很少 第一題針對高等教育失資流失 柯文哲提出可參考一屆 較有彈性的薪水結構 賴清德表示提出投資教研人才提升待遇 郭台銘則說會編列預算投入高教資源 侯友宜卻沒回答 其他包括高教生根計畫檢討 大學學費自由化 護理人才荒 解套大學學費動漲困境等十個問題 侯友宜統統交白卷 台灣教育智庫認為 侯友宜對教育議題的關注 遠落後於其他陣營 而事實上侯友宜市長早就已經提出 11項的教育政策 是以不要遺忘任何一個人為目標 要來解決教育的問題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和宣布退選的郭台銘 都答了5題並列第2 但賴清德競選辦公室不服氣 這次我們是被告知說 這題目可以選答 並沒有事先知道說 原來最後是用答題數來作為評比的依據 那這部分溝通的細節 未來團隊會更加的謹慎小心 攸關700萬選民權益的教育政策 藍綠白誰的表現及格 大選前教育團體先打分數 TV的新聞綜合報導 好 全民也在打分數 林維受命一年之內 突然從立委變成了副總統參選人 民眾黨吳欣盈 由於從小他接受的是美式教育 最近回應媒體都很尖銳 這讓柯正銀也被嚇壞 今天柯文哲以過來人的身份 提醒吳欣盈要適應台灣的政治生態 而針對外交部刷查吳欣盈的國籍 柯文哲也嗆瞎 這是中央政府的失職 在哪邊 循著猫救生蹲下來看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 柯文哲試著搬開門縫 搶救貓咪大作戰 更要幫副手搭檔吳欣 重補選舉學分 政壇新鮮人吳欣盈 一年內從立委變成副總統參選人 從小接受英美教育 早就放棄美國籍絕沒問題 幕僚也說大家的建議 吳欣盈都能接受 國籍法裡面你知道 要當立法委員 不是要不得有雙重國籍 他都已經當超過一年了 現在才在查 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完全失職 吳欣盈兩句聲明 12月見真章 柯文哲則把矛頭對準執政黨 來到藍營大票倉苗栗 卻不見過往情意相挺的縣長 中東景 藍營趙少康曾兩度拉抬選情 中東景就算沒國民黨籍 還是歸對回報 柯文哲沒了盟友 傳出還被藍營全面圍堵 民眾黨在地方辦活動 連借個場地都有困難 地方在選屋推特上 會遇到一些阻力 有一些比較激動盛藍的民眾 是會有嗆聲的 正在風殺水 我覺得都很困難 選戰過程當中 各種出招當然是有 急於突破藍營重圍 偏偏無信又放一把火 柯文哲已經內外交迫 TVBS新聞 華少平劉立成 立平韋家綺 新竹台北採訪報導 好 隨今夜最新 我們帶您要看的就是 民眾黨副總統參選人吳欣盈 昨天接受媒體訪問時 對媒體是講話非常尖銳 今天來扶選 面對媒體態度又是如何呢 最新消息馬上連線給李宗澤說明 宗澤 好 民眾黨副總統參選人吳欣盈 今天是來幫黨團總召立委 邱成遠來浮選掃街 不過他昨天受訪時 開箱記者言論是引發了爭議 綠營還藉此大酸 她是個大公主 今天受訪時 她態度是趨於保守 面對相關的雙重國際爭議問題 她都不願多談 強調疑慮都會在12月5號來見真章 一起來聽 就是像我FB所講的12月5號看真章 我反對這種假新聞 然後散播謠言 其實FB已經講過 不知道你還要我再衝衝什麼 我覺得今天主要是陪邱委員呼選 會這麼說就是因為 她在臉書發文 對於雙重國際的問題 她都說12月5號會見真章 至於昨天和記者的互動 引發了討論 她自己還是強調 45歲的人還有什麼事情要做決定 需要問到自己的家人 強調要走自己的路 要對自己負責任 向前走的同時 偶爾也要回頭看 而藍綠雙方今天隔空開火 趙上康參選第一天 就說自己不會是安靜的副手 接受專訪時 她也透露 侯友宜表示 願意把總統全責讓給她參與 沒有想到這番話 讓對手賴清德撿到槍 開酸侯友宜別當傀儡 不過對此們看看 侯康佩的口徑一致 侯友宜說她相信有能力的人 趙少康則說 自己就是侯友宜的趙子龍 專門清理戰場 從電視台走出來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相較一連兩天 都有副手趙少康的陪伴 就回單刀副會上專訪 還開地圖炮 難道是因為對手這麼說 趙少康更是 嗨人聽聞 他竟然是副總統要取代總統 我們也不能夠 這麼明目張膽的 讓侯友宜 淪為傀儡 要侯友宜不要被牽著鼻子走 因為趙少康在上專訪時 談到侯友宜說 他絕對不會是被位元首 總統權責包括兩岸國防 外交甚至經濟 侯友宜都可以讓他參與 甚至在另一個兩人一起上的專訪說 自己雖然是副總統 但真的是把自己當作總統再選 一定要這樣 等於是兩個火箭往前衝 侯友宜怎麼會當傀儡的人呢 當然不是嘛 XX亂扯什麼東西 XX鬼扯 我雖然是副總統 雖然是選副總統 但是我會把他當成選總統一樣 努力來選 有助性的人一定會用 有能力的人 不像大家彼此之間 有能力不互相信任 鬥來鬥去 也沒有多大意義 侯友宜冷靜一對 但趙少康大力 一回擊 這也讓賴清德競選總幹事 潘萌安酸 侯友宜就像多了一個保姆 因為趙少康的特質 就是偏機 投機 向斗機 我等於是侯友宜的趙子龍 趙子龍是去廝殺的 有沒有 去這個戰場上打勝仗的 我等於是侯友宜的先鋒部隊 趙子龍幫他來清理戰場 子比趙雲說是來清理戰場的 就看趙少康能不能在選戰 發揮趙子龍 救主的功利 TVBS新聞 各位劉沈偉佳琪 台北新聞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要來清理戶 頂量